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个表情吓到了 也停住了嘴里咀嚼的动作 瞪大眼睛看着蓝望鸡 蓝望鸡紧紧跟着又把夹在筷子里的菜掉回了盘子了 脸上的表情夹在着诧异和激动 魏无羡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忍不住担心道 蓝战 出什么事了 蓝望鸡抬眸望着魏无羡 电话都挂了半上 才缓缓把手机一开耳朵 放到桌上 看向魏无羡的眼睛里 盛满了欢喜 激动和欣慰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睛 好看的眉头仍然微微皱着 到底什么事 西晨跟你说什么了 蓝望鸡眼眶鼻子都有些发酸 眼睛有些热 千年不变的表情 此刻却变得十分复杂 震惊 诧异 欢喜 欣慰 激动等能用来表达情绪的词语 仿佛都在这一刻涌到了他的脸上 你到底怎么了 魏无羡伸出手去 想要摸一摸蓝望鸡的脸 下一面 他的手却被蓝望鸡握住 魏英 魏无羡啊了一声 你这样有点吓到了 拍好了魏英 蓝望鸡就这起身的动作 又跪到了魏无羡跟前 双手胳膊将魏无羡紧紧地抱住 让把自己的头紧紧地埋在魏无羡的腰腹上 他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叔父同意我们的事了 魏无羡有些没反应过来 十 什么意思 叔父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蓝望鸡抱紧了魏无羡的腰 把额头紧紧贴在魏无羡的腰腹上 激动到 叔父说 要邀请你去家里 带你熟悉熟悉蓝家 魏无羡手中的筷子 莫迪掉到了桌子上 瞪着眼睛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但还是不敢相信事地确认到 你叔父同意把你给我了 蓝望鸡把头抬起来 望着魏无羡点了点头 魏无羡惊讶到 你叔父真的同意 让你和我在一起了 蓝望鸡又点了点头 魏无羡脸上难掩激动的表情 他还说要邀请我去你们家 还要带我熟悉蓝家 蓝望鸡还是点了点头 魏无羡眨眨巴着眼睛 看了蓝望鸡好半天 怎么也不敢相信 那倔强的老头子 怎么突然就同意了 可不管怎么样 都掩不住他此刻激动的心情 真的吗 真的吗 魏无羡俯身 双手捧住蓝望鸡的脸 在蓝望鸡脸上重重亲了一口 哈哈大笑道 这怎么能是真的呢 这怎么就不能是真的了 蓝望鸡也异常兴奋 他站起身时 顺带着把魏无羡从椅子上抱了起来 魏无羡下意识伸手搂住蓝望鸡的脖梗 发泄式的大喊 这怎么能是真的呢 蓝望鸡抱着魏无羡 转了好几个圈 一路转到了客厅 把魏无羡放到沙发上 自己也随之压了下去 骨节分明的手指 捏住魏无羡的下巴 这怎么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他还有没有说别的了 魏无羡心中高兴 抬手掐住蓝望鸡的腰 快说来让老公高兴高兴 蓝望鸡按了一声 长节闪烁着思考了一瞬 道 叔父还说 不能让我这么没名没分地跟一个男人同居 啊 魏无羡没忍住笑了起来 老头子现在倒是想起来邀名分了 再也不是他从前看不上我 让你去秦家大小家传宗接代的时候了 魏无羡故意调侃 你们家老头子这时突然就发现了我的优点 觉得我好了 是的 叔父就是突然发现了你众多优点 蓝望鸡附和道 因为你太优秀了 所以 蓝望鸡把双手掌心 提在魏无羡两边侧脸上 轻易口说一句话 你到底给不给我我名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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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